你可以把它分開都沒關係 那我希望喔 右邊這邊輸入一個編號 自動帶出他其他欄位的資料 比如說我今天005 那當然理論上查詢方法是 查哪一個呢? 查他的第一欄 把他的橫向的這四個其他的資料 其他欄的資料 把它帶到下方來 所以特別重要就是 輸入完Enter自動把這些帶過來 自動帶出其他欄位資料 這個我想常常遇到 那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當然可以用很多方法 查完數裡面 其實你們可以用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這些函數 哪一些函數可以辦得到呢? 基本上Index可不可以? 可以 Index可不可以? 可以 Lookup可不可以? 可以 甚至是Offset其實也可以 只是說以這一題來看 應該用哪一個函數最簡單? 其實看起來應該用微軟數最簡單 為什麼? 因為剛好欄位 查的就是在第一欄上面 那當然用這個最簡單 按確定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那微軟數呢 當然它這邊會有四個問題問你 第一個問題說 你lookup value 是說你要查什麼東西啊? 理論上通常是我要查的編號 第一個 第二個是table array 指的就是 那你的那個資料表在哪裡? 這個是要查的 你的資料表 那我資料表在這裡 所以從A3一直選 選到1的10 這個範圍 當然理論上 欄位名稱不用選進來 所以從什麼? 從下面這邊把它選進來 意思就是說 這個東西到它的第一欄裡面找找看 有沒有一樣的東西 如果有的話呢 請你告訴我 你要把什麼資料帶回來 特別是唷 指的是什麼呢? COL是column index 意思說 那如果找到的話 你要把第幾欄的資料 幫你帶回去啊 那這個是第一欄 這個是第二欄 那我要第二欄 所以你就這邊輸入什麼? 輸入2 OK 然後呢 底下的話呢 Range Lookup 如果輸入0的話 表示呢 一定要是005 才是正確 如果說你今天呢 輸入1的話 如果沒有005 他會幫你找接近的 不過我們這邊先用0 找完全一樣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 當然就完成 劉宏君也找過來 那下一個的話呢 基本上你會發現 如果要找總銷量 那其實你會發現 公式裡面 其實呢 只要把什麼? 把這個公式貼過來 把2改成什麼? 改成3 那這個改成4 3 3 4 5 可是問題喔 如果今天 你要貼的話 變成貼貼貼貼 那如果藍樹很多 不要貼一堆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可不可以向下填滿 一次就完成的話 欸? 這怎麼做? 2 變3 變4 變5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 他只要向下一列 他就加1喔 欸? 向下一列加1 當然我們前面寫VBA 是加1啦 可是在 Excel裡面呢 有什麼方法 可以幫我們喔 自動加1喔 如果你要自動加1的話 向下一列自動加1的話 這個時候你可能要想到 在 那個檢視與參照有另外一個函數喔 向下一列對不對? 列 這邊注意喔 這邊有個叫RAW 列函數按確定 裡面不要給他reference 按確定 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欸? 4,5,6,7 那我要的是什麼? 我要的是 2,3,4,5 欸? 4,5,6,相差多少? 差2嘛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 減掉2 OK RAW小瓜糊-2 向下填滿 2,3,4,5 有沒有? 所以其實喔 你可以怎麼做呢? 把RAW-2 這個公式喔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裡喔 有沒有? 把它貼上 有沒有? 欸? 本來是2嘛 把它改成什麼? RAW-2 另外喔 還有什麼呢? 這個範圍 因為等一下向下填滿 會跑掉 所以什麼? 按F4 再按兩下 其實鎖列就好了 OK 打勾 再向下填滿 這樣子的話呢 放開喔 你會發現喔 其他的欄 應該就會被抓到 不過還有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 H3有沒有? 3也要鎖起來 因為這個不能跑掉 跑掉的話呢 一樣喔 他會找不到 所以 NAS AVAILABLE 找不到的意思喔 NA嘛 向下填滿 好 這邊乾脆把它置中一下好了 那如果輸入004的話 Enter 張宏才 欸對 這個資料就自動帶過來了 那當然呢 我剛剛講過喔 這個參數裡面 如果是0的話 一定要找一模一樣的 所以如果輸入009的話 Enter 欸 有沒有 NA 找不到的意思 那可是喔 如果未來喔 假如說呢 你不希望說 你輸入009 不要讓它找不到 找接近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怎麼樣 把這個0怎麼樣 改成多少 改成1就可以了 改成1的話是True 意思就是說什麼 欸 找什麼呢 大約符合 意思是找接近就好了 所以改1喔 按打勾 向下填滿好了 看一下 本來找不到的 奇怪了 009 怎麼會找得到呢 有沒有這個編號 沒有啊 你知道嗎 找到什麼呢 找接近的 找多少 找008的 OK喔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差別就是在這裡 那請各位試一下喔 如何把